为了心爱的人,你可以牺牲多少? 这个女人,我的丈夫,竟心甘情愿地让一个陌生女人住进家来, 还让她当丈夫的裸体模特,事情还得从越前说起。 那是越战时期,俊久是个人体雕塑家, 他执迷于雕塑艺术,被人称为天才, 只可惜不幸患上了绝症,手脚常常不听使唤, 因此,俊久渐渐丧失了对艺术的追求和对生活的希望。 好在俊久有个贤惠又能干的妻子,真书。 为了丈夫,真书四处寻找合适的模特, 希望能令丈夫重新燃起创作的激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真书找到了。 真书看上的这个模特叫敏靖, 是个年轻鲜瘦的漂亮女人,为了养活两个孩子。 敏靖在一家餐馆给人洗盘子, 偏偏丈夫又是个赌徒,根本不管妻子的死活。 敏靖常常要一边干活一边带孩子, 生活得十分艰苦。 真书向敏靖提出做雕塑模特的事, 一个月挣的钱是她现在洗盘子的十倍, 敏靖心动了, 可真书接下来递给她的小册子, 却让敏靖有些望而止步。 原来所谓的雕塑模特是要脱光衣服的裸体模特, 思来想去,敏靖最终还是答应了, 不为别的,她要养活孩子,她需要钱。 很快,敏靖就来到了雕塑家的宅邸, 作为雕塑家夫人的真书很大方, 活还没干就把第一个月的薪水借给了敏靖。 敏靖担心自己做裸体模特的事被丈夫和外人知道, 真书夫人就答应, 会跟外人谎称, 她只是在这里打砸。 领完薪水后, 真书夫人又是给敏靖洗澡, 又是给她换衣服, 收拾得体体面面的, 才带她去了丈夫的工作坊。 作为雕塑艺术家的俊九, 对人体有着一种痴迷, 敏靖刚来她就让对方脱光衣服, 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全身上下的每一处, 又让敏靖摆出不同的姿势。 敏靖拼尽全力配合着, 好在她天生是衣服架子, 总算得到了俊九的认可。 而在丈夫检查敏靖身体的时候, 作为妻子真书就坐在门外, 她深知, 丈夫现在和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贴在一起, 可只要能让丈夫重新振作起来, 受再多的委屈她也能承受。 不仅如此, 她还亲自帮敏靖刮叶毛, 拜托敏靖一定要帮自己, 让丈夫渡过难关。 一切准备妥当后, 俊九就开始了她的雕塑创作, 第一次是在纸上勾勒出模特的身材曲线, 敏靖很配合, 过程很顺利。 可等敏靖回到家一看, 丈夫居然跟别的女人在私通, 敏靖气坏了, 一盆水泼到了女人身上, 熟了丈夫非但不伺计过, 反而把敏靖给暴打了一顿, 敏靖被打得浑身是伤, 可丈夫却根本不理会她的死活。 不仅如此, 丈夫还把敏靖第一个月的薪水 全部拿走吃喝嫖赌, 尽管被打伤, 敏靖还是坚持去工作坊, 这一次她可以戴了顶宽颜的帽子, 试图遮住伤口, 可身上那些轻一块起一块的伤, 根本挡不住, 看到敏靖如此可怜, 俊九也有些怜香惜玉了。 反倒是敏靖, 虽然遭到家暴, 却并没有愁眉苦脸, 看上去仍然是那样的干净纯真。 望着这样的敏靖, 俊九因为疾病而压抑的阴霾, 似乎也一扫而空。 那之后, 敏靖身为模特越来越娴熟, 和俊九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因为敏靖, 俊九有了久违的好心情, 就连身上的顽疾似乎也好转了不少。 这段时间以来, 敏靖除了是俊九的模特, 也渐渐成了她的朋友。 她很感谢俊九和夫人给了她这份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她生平第一次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原来敏靖现在的丈夫并不是她真正的丈夫, 她原先的丈夫死于越战, 现在的丈夫是王夫生前的战友, 那时候她还怀着孕, 这个男人就扬称受战友所托来照顾敏靖, 然后便趁机侵犯了她。 后来不知为何, 敏靖就自然而然地和这个男人 以夫妻的关系生活到了一起。 这几年她衣食不忠, 还受尽了丈夫的折磨, 听着敏靖的诉说, 俊九也有些动容, 她没有想到这个干净纯真的女孩背后 竟藏着如此厚重的悲伤。 尽管生活凄惨, 但敏靖还是面带微笑地努力干活, 或许只有在雕塑工作坊里, 她才能忘记这世上的烦恼, 而在这段时间里, 她也渐渐感受到了艺术的美好。 都说苦难是艺术的源泉, 不久后以敏靖为模型的人体雕塑渐成型, 这还是俊九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这时候, 夫人真书因为有事而离开了家, 如今整座宅邸就只剩下敏靖和俊九两个人, 敏靖想试一试俊九的那辆车, 俊九二话不说, 就载着敏靖去海边兜风。 清澈明亮的海边, 敏靖仿佛少女般干净纯真, 而这样一个背负着苦难, 却还如此纯洁的女孩, 让俊九充满了创作的灵感。 俊九的雕塑, 正在展示女性的肢体美, 因此剔除掉了爱事的面部表情, 可敏靖却觉得, 一个人有了表情, 才能感受到她的喜怒哀乐。 是啊, 或许生活本身比艺术更有价值。 因为敏靖的一句话, 这一次俊九决定重新雕刻雕塑了面部表情。 可就在这时, 敏靖的丈夫却找上门来, 原来丈夫听闻这座宅邸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 便怀疑起妻子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敏靖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 而看到敏靖这副样子的俊九, 也是心痛不已, 她想为敏靖做些什么, 可她只是个会雕塑的艺术家, 能做什么呢? 幸好这个时候, 俊九的妻子真书夫人赶了回来, 夫人听闻此事后, 立刻找人给了敏靖的丈夫一笔钱, 要她在俊九结束创作之前, 不要再打扰敏靖, 得了一大笔钱, 敏靖的丈夫也就不再过问妻子的事了, 虽说暂时拿钱摆平了这个无赖, 敏靖暂时安全了, 可俊九却因为这件事迟迟无法平复, 或许是曾经的俊九, 一直沉浸在艺术的世界里, 到如今才亲眼看到人生的艰辛, 恰好这时候, 医生诊断出俊九将不久于人世,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回味着和敏靖的相处, 俊九决心, 在生命结束之前完成最后一个雕塑, 从那天开始, 俊九便每日闭关创作, 而她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敏靖, 与此同时, 夫人真书也知道了丈夫即将病逝的消息, 那一个真书有些崩溃, 她真的很爱很爱丈夫, 可在丈夫面前, 真书还是装作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常常在俊九完成了一天的创作后, 接她回家, 俊人在路上回忆曾经恋爱和刚刚结婚时候的往事, 真书已经记不清, 有多久没有好好和丈夫这样并肩散步了, 听完妻子的话, 俊九顿时愧从心起, 这些年她太执着于艺术创作, 常常忽略了妻子的感受, 可就算这样, 妻子仍然是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 在俊九的床前, 真书还说着我爱你, 这句话将俊九忍不住潸然泪下, 已经有太长时间, 他们夫妻都没有好好温存了, 为了丈夫最后的艺术作品, 真书特意给敏靖买了条漂亮的红裙子, 而当敏靖穿着这条红裙子去见俊九时, 警方的人却忽然找上了她, 原来敏靖的丈夫意外死亡, 警方怀疑是遭人枪杀, 敏靖算是彻底摆脱了这个垃圾男人, 可究竟是谁杀害了丈夫? 忽然间敏靖似有所觉, 其匆匆地赶往雕塑工作坊, 而在那里发生的事验证了敏靖的猜想, 俊九已经在工作坊自杀身亡, 地上还有一支枪, 原来正是俊九枪杀了敏靖的丈夫, 帮敏靖摆脱了这个男人, 俊九这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美的意义, 他试图从女性的身体中找到这种美, 然后透过这种美找寻生命的意义, 直到遇见敏靖, 俊九才领悟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 美来源于生活, 艺术来源于苦难, 艺术从来都不是什么树枝高阁东西, 生活的雕琢才是真正的艺术, 可惜俊九领悟的有些晚, 他原本就已经时日无多, 而杀死那个无赖是他能为敏靖做的最后一件事, 抱着俊九的尸体, 俊靖嚎啕大哭, 他又何尝不是在俊九这里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 只是伤心的莫过于俊九的妻子真书了, 丈夫死后真书悲痛欲绝, 好长时间才渐渐恢复到正常生活, 一日真书来到丈夫生前的工作坊, 在那里发现了丈夫留给自己的绝笔信, 信中俊九告诉妻子, 他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不想再拖累妻子, 临死前敏静让他明白了, 人生比艺术重要, 可妻子却让他知道了真爱的全部意义, 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不是注重表达肢体美的人体雕塑, 而是一个表情传神的头像雕塑, 那是他临终之前送给妻子最后的礼物, 那张脸上微妙微笑的表情, 将代替他传达对妻子的挚爱, 而这座雕塑名字就叫做春天, 我曾经听过一个假设的问题, 说凡尔赛宫失火里面有一副珍贵的名画和一只猫, 但只能救一个,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救哪个, 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和这部电影的寓意不谋而合, 名画象征着艺术价值, 更象征着人类对真善美, 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思索, 无疑是珍贵的, 猫象征着生命, 或者更远一点说, 象征着人生和生活本身, 前者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后者则是存在本身, 很多时候我们执着于追求人生的意义, 想要实现个人的价值, 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个一直陪伴你的人, 艺术来源于生活, 生命的意义同样来源于对人生的关照, 就像俊久, 之前他因为觉证失去灵感, 失去希望, 直到遇见了敏静, 才明白了人生的苦难, 才领悟了生命的真谛, 才会宁愿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要帮敏静摆脱丈夫, 他的杀戮, 与敏静而言, 却是一种生命的成全, 而在那一刻, 他对妻子的幡然溃毁, 才终于为他的作品注入了灵魂, 电影片名《春天》, 俊久最后的雕塑作品也叫《春天》, 《春天》大地解冻, 万物复苏, 俊久因为敏静, 获得了对生命意义的全新感握, 敏静因为俊久, 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而真书也终于听到了心爱之人那句, 我爱你, 到最后三个人都获得了救赎和重生, 人生且行且真邪, 比起抬头也望星空, 不如低头埋入最卑微的尘埃里, 看着身边那个一直默默关心你的人, 因为不经历假恶丑, 就无法抵达真善美, 不经历地狱就不足以创造天堂, 没有感受过最真切的情感, 又何来对生命意义的体悟?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